孫允璇 发电筹我跑了 那么高老久 跑到我们进来 我们这里可能在高山里面 一两千公岁 山下面一个大卫 你跑到那边来看我们 看起来很简单 很不容易把这道理 中午关的时候 他有一个机密费 那么普通人都拿回家来 替家用 他不看他手下的人 什么人苦 他就分给这个人 他的钱都在公司里都分掉 我生了孩子 同时送鸡来 我们就不要 两个人推来推去推了以后 这个鸡啊 去在门口下个蛋 那个那个送鸡在那里 说你看蛋都下出来了 你必须不可了 鸡蛋都蛋流眼 民国三十八年政府签台 那是一个物资严重缺乏 大家都得勒紧腰带的年代 是尹仲荣的工业政策 重建了台湾战后的经济 结束了这个赤贫的年代 尹仲荣曾经史无前例 一肩挑起数个财经要支 包括美元 金融 贸易 外汇 他对经济问题 都有一套完整的构想 来推动 他会看得很远 看得将来会走到什么方向 怎么样 用什么方法 能够达到这个方向 而且很远 因为很快把它推动出去 他的操作非常之严谨 我常常讲的 一身硬骨头 两袖金风 穷得要死 那么有权的人 死的时候 很穷 KT Lee 这三个曾经享誉国际的英文字 不仅是李国鼎的英文名字缩写 而且代表着台湾经济奇迹的动力源头 无论是在经济或科技领域 李国鼎都是运筹帷幄 推动执行的领航人 这个人他的脑筋是不停地动得很奇怪 他跟这一个国外的人来访问 或者报纸上看那个东西 他就会联想到很多其他东西 他一联想他就下条子 他的条子一下来 最好今天下来 你明天就要给他有答案 所以整个的效率就提高了 所以李先生好像是一个整个的一个机器的发动机一样 他一动大家咕咕咕都跟到动了 日后他又提出新竹科学园区的构想 带动了台湾另一波经济成长的高峰 李国鼎因此有了台湾科技之父的称号 19年以前他来提出个知性社会的观念 然后讲这个computer 那么人家就说这什么玩意儿 没有人知道 那么今天证明他是新的观念 在最早提出来 而今天变成社会的一个主轴 我跟他非亲非故 但是他也不只是照顾到洪基 同时他应该是对所有科技界意识同仁 李之政他的心怀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对象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